深夜12點多 马路传来巨大声响 有轰隆隆的机具声 还有BBB的提示音 嗨得附近住户睡梦中被吵醒 晚上施工是有一点吵了 白天大家要上班 有声音的话好像是10点 10点11点那时候比较有 声音就是一直持续 大概10分钟就越听越大声 然后我们准备也被吵起来 就完全没办法睡 然后想说为什么会在半夜去 弄这么大的机具 在马力庆的工程车 山猫怪手还有铺路机 晚上12点多陆续进驻 只是在半夜施工 声音大到不行 就算你吃这比较深夜 施工应该也要做个公告 我之后才决定打1999 不只有我们 我之前投诉就是 他说也有其他民众 已经有致电给他们了这样 住户抱怨连连 深夜12点还有人在施工 这个路段其实就是高雄 大顺路轻轨沿线 就是因为白天 车流量实在太大 才会特别选夜间施工 毕竟瀑泊游是大工程 万一在白天封路 恐怕引发更多明月 原来是高雄大顺路盖轻轨 一旁博游路变得凹凸不平 如今要重新刨铺 其实周边店家或登桿 都有贴公告 力拼在12月20之前完工 才能顺利在明年元旦 1月1号通车试营运 下班之后的8点开始施作 那为考量施工 影响民众的作息 所以我们这边已经要求厂商 12点前一定要完成刨除作业 大顺路破博游工程 从12月初开始 一段一段陆续完成 现在就如到建新路完工 接下来要从建新路到自由路 也就是靠近美式卖场前这一段 同样考量车流量 进行夜间施工 用路人和住户都得多多注意 TVBS新闻林一帮送大捐 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